后座力小之外,这个枪还有什么优点? 这个枪它优点很多了,重量轻,这个长度和世界上同类的, 就是刚才我讲三个小口径系列嘛,美国的苏联的,就现在俄罗斯的还是中国的, 这三个系列当中我们这个算是最短的,长度最短,重量最轻,作量威力最大。 我们注意到在谈到这款枪的优点的时候,人们用两个词, 一个是最轻,还一个是最短,刚才我们谈了轻的好处,短有什么好处? 短的它便是鞋带,便是特别适合于机械化作战, 在装业战车狭小的空间里面,比较方便的使用。 刚才我们的专家为您介绍了,我们的95式自动步枪有四大特点, 分别是最轻,最短,有效射程最远,而且杀伤力又是最大的。 对后两者咱们不太好比,前两者我给您做一个小实验,咱们就一目了然。 这支枪很多观众朋友都很熟悉,美军的制式装备M16, M16它的口径是5.56毫米,比咱们的95式自动步枪的口径要小, 同时它的枪重是3.51公斤,比咱们的95式3.25公斤,可是要沉了一些。 掂量掂量,的确,它要重。 我们再来看看这支枪,不要误会,这不是AK47,这是AK74, 它的口径是5.45毫米,这支枪的重量是3.41公斤, 同样也比咱们的95式自动步枪要重。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这支枪,怎么样,这支枪的造型是不是很奇特? 这支枪它是铲子奥地利,它的名字是叫做AOG卡宾枪, 这支是AOG卡宾枪当中的短枪,也就是说相比较而言比较短的这支枪。 这支枪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采用了很多的工程塑料。 这支枪也同样是我们95系列的枪, 它是属于95自动步枪的短枪。 这支枪呢,就已经介绍过, 我们它们都是属于枪构当中比较短的枪, 但是这个长度一笔,一样一目了然, 还是我们的枪要短一些。 我想我们通过这个短片确实是印证了两位专家刚才谈到的这些枪的特点, 那么这些特点在这个战场上有什么优势呢? 短了以后便衣隐藏嘛, 因为外头穿个风衣,心里头就行了, 这样的话呢,因为它单兵协行的装备呢, 在作战的时候对于士兵来讲很多, 对于士兵来讲, 它不是光这个, 还有其他的, 这个尤其是野外生存状态下, 它要单兵协行很多的, 尤其现在一些GPS啊, 一些营物水啊, 一些干粮啊, 所以很多, 所以要求你这个枪呢, 不能够太重, 尽量的减轻, 尽量的减轻, 在确保一定作战性能的情况下, 尽量的减轻, 最有利于提高这个士兵啊, 在野外的这种作战的能力, 两位刚才谈的是这个单枪的这个优势啊, 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这个小口径的枪, 要派生出那么多的型号, 要形成一个枪组, 有什么好处? 这个枪组这个概念呢, 是六十年代开始的, 六十年代当时美国有一个枪械的, 一个很著名的设计师, 当时他看小孩们玩这个机枪啊, 但是不同的机枪, 哒哒哒哒就搭着一个玩意来, 一个火车, 一个汽车, 就是当时呢, 他就说这个枪能不能, 把他这个零部件都搞成标准化的, 一组合, 这成个步枪了, 再改变一种组合成了机枪了, 再一组合成了一个狙击步枪了, 就能不能把他通过这种小孩大积木的这种办法来搞, 就六十年代有这个思想, 这个思想为以后武器装备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广阔的空间, 到现在为止武器装备的发展, 很多包括大到导弹, 飞机到潜艇, 这个航空母舰都是采用这个模块化建造的, 这样呢, 所谓模块化标准化有什么优势? 模块化就是说你每一个零品价都是标准的, 你随便组合, 就是说我现在是个步枪, 你随便在战场, 比方说有十支步枪, 都是5.8毫米的这个步枪, 在战场上呢, 有几支是坏了, 坏了以后那边的机枪是好的, 我现在要用步枪可以几分钟就把它拆过零品件可以互换, 这样呢, 提高了战场的这种武器装备的这种维修的能力, 这枪的维修能力, 它零品件可以互换, 那个坏了把这个装上就行了, 再一个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这样的一种互换的构成一个枪足以后呢, 它可以节省大量的这种维修的经费, 另外呢, 它这个弹药也可以通用, 过去那个弹药都是不能通用的, 这个枪, 那是7.62的, 那个枪是12.7的, 它不一样粗, 你根本用不上, 所以这样呢, 对于提高这个武器装备的可靠性啊, 可维修性啊, 和它的通用功能也非常好, 我国自主研制的5.8毫米口径系列枪, 除了刚才为您介绍过的三种搬用枪足之外, 还有两种拓展, 分别呢, 是5.8毫米口径的通用机枪, 和5.8毫米口径的远距离狙击步枪, 通用机枪呢, 可以提供远距离的强大的火力压制, 而狙击步枪呢, 可以在较远的距离上, 对敌人的进行狙击作战, 所有这些枪呢, 都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那就是可以使用同一种5.8毫米口径的弹药, 是5.8毫米口径的弹药,